《理財分半鐘》 《理財分半鐘》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半鐘》 林修榮 上一輯的《理財分半鐘》 我們講到有關於 共同擁有產權的時候 使用Tennancy in Common的形式 每一個共同業主的擁有權是分割的 以下為你講述兩個真正發生的情況 第一個情況 產權本來是用Join Tenancy的方式擁有 但是其中一個業主 將自己的業權擺進訊託 或者轉讓其他人 這樣就會令到本來是Join Tenancy的產權 自動變為Tennancy in Common 其他共同的擁有人 假如沒有遺產策劃的工具 將來他們每一個人的產權 可能就要經過法庭認證 才可以由後人繼承 第二個情況 在屋契上面沒有講明共同擁有人 是用什麼方式擁有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會當為是用Tennancy in Common的方式擁有 最近見到一個真實的情況 夫妻兩個人共同擁有一個物業 其中一個人去世之後 再生配偶 將房屋賣出到交收的時候 才發覺屋契上面是沒有清楚 註明兩個人用什麼產權擁有方式 就變成是用Tennancy in Common來擁有了 因此死者擁有的部分不能馬上出售 需要經過法庭認證在生配偶 才有權出售整間房屋 在買賣快要完成的時候 才發覺要做認證 可能會導致沒有辦法如期完成交易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 請問一下